俄媒罕见连轰中共,友好只是装样子,尽管中俄两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日媒发现俄媒近期接连提及中共威胁论,甚至认为中共对俄罗斯的友好只是装样子。 广告日本媒体近日刊文称,近年来中共与俄罗斯在维护朝鲜,对抗美国及经济合作等方面处于统一战线但不少俄罗斯媒体相继报道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装样子。 俄媒认为,中共对俄的经济贡献过少,反而是在侵蚀俄的权益,因此产生对中共的不满与警戒。 据俄罗斯商报10月份报道中共银行近期暂停与俄罗斯方面的往来,俄方接连出现被拒绝开户的情况,一些被排除在国际制裁范围外的俄罗斯企业,及个人也不能幸免报道趁中共没有仔细编宁企业是否是制裁对象,就封锁俄罗斯全部企业的相关交易。 这一问题在6月的中俄首脑会谈上,被谈及中方当时承诺将改正但什么也没做。 俄罗斯新报也称中共虽然表现得像俄罗斯的朋友但其眼睛只盯着自身的利益。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共为了转移民众不满,维护自身统治的所谓正当性,极有可能对外采取攻击性的外交政策。 如占领俄罗斯西伯利亚以远东地区等俄罗斯观点报,提及,日前在珠海举行的航空展中有俄罗斯联合航空公司和中国商飞公司合力研发的C2929远程宽铁客机的全尺寸模型。 俄罗斯试验设计局ATOM发表声明,趁住海航展展出的飞机其实是俄国的产品。 中共在没有通知俄方的情况下,窃取了他们的设计该局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库金·麦克森。 Cosin表示他们不会采取法律措施,因为这没有用。 他认为这是中共政府的行为,并对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震惊除此之外。 还有俄罗斯专家表示,如果中美之间开战俄罗斯,一定要站在华盛顿一方,因为北京将给俄带来更大的战略威胁。 据俄罗斯列格努姆网络通讯社,REGNUM9日引述俄罗斯莫斯科人文大学国, 据关系和外交学教研室主任普拉托什金·麦克森·麦克森·麦克森的话说,如果中美对抗俄罗斯应当站在美国一方。 普拉托什金说,自1945年以来,中共已两次攻击苏俄,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军队的70%不是位于欧洲,而是位于中俄边境普拉托什金说, 鉴于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对于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回避冲突。 中共,试图使俄罗斯闭着眼睛出牌也是不现实的,俄罗斯不会卷入别国的冲突。 尽管中俄领导人分别趁两国有意一直在加强淡美,国ABC电视台引用专家分析说, 实际上中俄自己都不相信双方会结成军事联盟,包括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 格尔茨·阿勒克森德·高尔茨,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也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捂, 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共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更不会为俄罗斯而战而俄军, 也一直把中共看成潜在威胁。 俄罗斯与中共9月份举行大型联合军演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曾表示, 由于长远利益不同中共和俄罗斯走不到一起, 因为每个国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动, 而我看不到俄罗斯与中国的长远利益会使他们结成盟友。